人在移动他的身体的时候 他的观念是在脚 他的观念是在脚 我往前走是脚 我往前伸往前走 是不是 我要转弯我是脚 我是脚 脚带动我的身体 我们现在练习的不是这个 我们现在练习的是 你的方向要移动 身形要变化是中轴 这一段 看到 我要往前移动 是我这一段往前移动 脚是跟过来的 我要往后退 是中轴这一段 往后退脚跟着 我要往这边走 是中轴这一段过来 所以我的移动 都是在这一段移动 我要转了 是中轴这一段 转脚到了 是不是 转你看 是中轴 你的观念要在这边 中轴这一段转 这一段 而不是脚 不是腿 知道的吗 摆跟扣是自然的 是让你到这边 我如果要这样转的话 我如果是这样转 自然我的脚是这个样子吧 我落地下来 我才能站得住啊 是不是 我如果脚不变 我这样转我就倒了 是不是 所以摆扣是这样子出来的 所以观念不要放在腿上面 因为你要移动的是什么 你要移动的是你的身体 腿是轮子 是工具帮助我们支撑住 这么懂啊 所以我们在移动的时候 关键要在这边 移动 移动 你看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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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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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往哪边移动 是你的身体 往这边移动 我的腿就往这边跟了 这个要往这边移动 而不是 我的腿往哪伸 我往哪移 移动 知道了吗 那是二 那是一 二 五术的移动是一 是一 知道了吗 一 一 没有二 一就到了 你再做的是 就到了 你再做的是 一 二 看到了 只有一 我们您做中间一段 就是躯干这一段 躯干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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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躯干这一段 以谁为中呢 脊干这一段 对嘛 你要运动最核心的 那个内 内 那一块 是 好 所以移动是这样的移动 这个观念跟习惯要改 好 再试试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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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